當然最重要是背向著火種的方向 同樣投走 對 例如我是這個火的時候 你們就遠離那樣 當然最好就是跑到山下 因為這樣就會有比較多的同生機會 當然這些都是很有用的條件 不要以為小小的火種不重要 大家都記得當年八星大火的時候 就是因為小小的火種掉了很多寶貴的生命 所以這個教訓大家要好好記住 小心生火 小心火種 在這裡 師頭不是要小呼籲給大家